一位推车摆摊卖乳菜的单亲妈妈,一手培养出了三胞胎学霸。 7月1日,武汉市中考考生成绩公布出来后,家住武昌的徐真琴和他的三胞胎儿子们收获满满,徐真琴家里的三胞胎都是省实验中学初中部的学生,今年的中考,三人的成绩都十分优秀,其中老二和老三更是考出了465和469的高分,三胞胎中的老大叫陆文艺。 他曾在首届全国青少年智力运动会的桥牌比赛中,一举拿下了该年龄组的第一名,同时还是全国一级智力运动员。 三儿子陆文书说,老大这一次是语文和数学发挥失常了,不失常的话,分数可能比自己还高。 大儿子陆文艺表示,一直都想上的是华中科技大学,他肯定会努力的。